如果大家在網路上想要賣鞋子的話 這一部影片一定可以幫到你 那買鞋跟賣鞋真的很不一樣 以賣鞋來講的話 我第一會關心的是它的價格 第二就是會不會被騙 第三就是售後服務 剛剛就把我朋友這一雙鞋子拿回來幫他賣掉 我們先開門 今天超冷的 你們冷嗎 哈囉Kenners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年初二 美國的年初二 就告訴大家身體快樂 你要身體健康今年 所有事情就要聖聖利益 好 那剛剛我已經去我朋友那邊 Pick up他想要賣掉的鞋子 因為最近我真的沒有鞋子要賣 所以我剛好我就可以用這張鞋子 來做一個例子 告訴大家說 在哪一個平台賣鞋子的好跟不好的地方 那他要賣的鞋子呢 是九號半是他哥哥的號碼 大家也知道九號半真的是一個很爛的號碼 很難賣啊九號半 而且他這個 Easy 350 Linen的顏色呢 也是夏天的顏色 所以我估計上網賣的話也 可能能多拿個20塊而已吧 那買鞋跟賣鞋真的很不一樣 以賣鞋來講的話 我第一會關心的是他賺了多少錢 就是他的價格 第二就是會不會被騙 第三呢就是售後服務 我最不想要deal with就是售後服務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雙鞋子放在ebay上面會多少錢 那上次跟大家介紹過 ebay他有這個authentic的system呢 現在 ebay他的好處呢 就是如果你在他的網站上面賣超過 100塊美金的球鞋 那都不會有seller's fee which is 非常好 因為其他平台 starxgoat賣鞋子都會有一個seller's fee 而且ebay賣鞋呢 是可以馬上到款的 可是ebay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他的網站有點舊 所以呢 你要花一點時間去post 你想要賣的東西 而且呢 你是要create your own shipping label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 那當然你可以決定說 要不要買家自己去付這個有錢費用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ebay 他是比較protect buyer的 所以你不知道說你會不會把它賣出去之後 他換了一個盒子回來 他可能只想要騙你一個盒子 或者說他跟你買了 然後他突然跟你說不要了 這樣子的話就會很浪費你的時間 那雖然ebay的價格呢 會比較高一點 可是我不會去考慮ebay 因為他的售後服務呢 太麻煩了 好 那我們可以現在來看一下 stockx這個網站呢 那stockx的好處呢 就是他有website跟app 而且非常容易就可以把你的listing放上去 那大般全世界都是一看stockx的價格 來決定買賣價格 所以如果大家要賣鞋子之前呢 都可以先參考一下stockx買賣的價格 然後再取一個中間值 來去決定你要賣多少錢 那因為stockx是分四個等級的 當你是level1的時候呢 你的transaction fee是9.5% 然後如果你賣超過三雙的時候呢 就會變9% 賣30雙的時候呢 你的transaction fee才8.5% 然後100雙的話就是8% 另外他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馬上賣給stockx 他會馬上generate他的shipping label給你 最重要的一點呢 是你不需要deal with customer 不像ebay你還要有什麼問題的話 還要去做這個售後服務 那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stockx的價格呢 賣價會比較低 而且上一集已經講過了 他的customer service真的很不好 重點是他只要有一丟丟的東西呢 他就會很容易就告訴你說 你的verification fail這樣子 然後你就要有個心理準備被他扣錢 第三個我們就講一下goats這個網站 那大家可以看到goats的price呢 很明顯就是比另外兩家還高一點 可是你一定要有耐心 等有人去幣你的鞋子 那另外goats呢也是free shipping的 而且他的網站也是很容易使用 很快就可以把你的list post上去了 那最重要的一點是 他很快就可以把錢拿回來 大概是一到兩天的工作天 而且他有多一點選擇去賣你的鞋子 你可以說你這個是沒有盒子的 或者說沒有蓋子的 或者是可以賣use的球鞋 那當然他不好的地方就是 他的solder fee呢 是這三家最高的 這個是你的帳號的分數去決定 你要付多少的solder fee 那69分到50分其實很低了 如果你的帳號是這麼低分的話 你就要付整雙鞋子的20%的solder fee 那如果你是90分以上的話呢 你的solder fee呢是9.5% 可是9.5%的還是比另外幾家高的 我們可以拿這一雙easy linen的球鞋 來做一個example 就是如果你把鞋子賣掉的話呢 306塊你只能拿到271塊 因為他中間呢還會有一個commission fee 是9.5% 另外呢還有一個5塊的solder fee 那這個5塊的solder fee呢 不同的國家是有不同的收費的 那上面你就要看清楚你是屬於哪一個country 而且如果你要把他裡面的錢 從gold裡面拿出來的話 他還會有一個2.9%的transaction fee 那當然你是可以不轉去銀行 你可以用這個credit去買鞋子 那另外一個很不方便的點呢 就是如果你要list鞋子的話 你一定要在他的app上面list你的球鞋 因為他的網站呢是還沒有這個list的服務 好那網路上面的賣錢 那大概就是以上這麼多 那當然在美國呢還有consignment store 像flight club就是其中一個consignment store 可是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你要帶去店裡面 或者說你要郵寄給他 那郵寄呢又會有另外一些安全性的問題 而且他需要花一段時間 你才可以賣掉這雙鞋子 然後把錢拿回來 所以基本上我是不會放去consignment store那邊賣的 而且我離Downtown LA還是有一段的距離 最後呢就是這個影片的重點呢 就是在local上面面交 那我在美國可以面交的網站呢 最多人用的就是這個offer app 那offer app是一個二手交易的平台 最好的特點呢就是你可以找到附近的人來面交 而且你可以自己決定距離 30m、40m、50m都可以 而且他在操作上面也是非常簡單 你馬上上傳照片呢就可以馬上發布你的listing啦 如果對方對這個產品有興趣的話呢 還可以用程序裡面的通訊的功能 跟他討價還價啊 重點是這個app是不收listing fee 但是如果你要用offer app來幫你promote 你要賣的產品的話呢就會很貴 因為他好像是暗天還是暗月來計算的 那剛剛大家看到starX跟goats的價格之後呢 我現在把他list在offer app呢是335塊 因為我跟我朋友說不要急 有人要買就會買 沒人買的話你就等 因為這種夏天的鞋子你急著買也不是辦法呀 所以我會放在上面大概等個一兩週 到時候當有人會賣的時候呢 我會再錄一集 給大家看一下我出去面膠的過程 好啦 那今天呢就以這雙鞋子來做了一個example給大家看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美國這邊更加的了解 怎麼去賣鞋子 哪一個網站是更適合你自己的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一一解答大家的問題了 好啦那這一集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Line 我們下集見啦 Adios